以额头为中心打造的李柯勇纪念图书馆 在8月16号正式对外启用 新闻市长侯友宜及多位地方士生都出席参加 侯友宜表示这座图书馆打造了四大主题的阅读区 将提供家长跟孩子一起共学共玩的最佳学习场所 李柯勇纪念图书馆近16日正式启用 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 与地方民代及人士一同共襄盛举 并表示李柯勇纪念图书馆 是地方乡亲所期盼的公共建设 也是一个专为孩童打造的阅读空间 李柯勇一个孩子起家 为了让教育能够更蓬勃发展 一直有个心目要盖出新闻 所以到了新北市在选址 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民主 找到一个好的地方可以带图书馆 这当中我非常谢谢我们领寨的 习丁阿姨有很多的协定 阿姨快做了很久做的图书馆 即将因为有很多地方是不可使用的 所以我们绝对我们应该再大 这间图书馆是 我们是第七间 桥年军的第七间图书馆 这间图书馆的特色就是 是纯亲子图书馆 所以以后小朋友 周末或是放学后 可以来这边阅读 然后随便可以去选址玩 以儿童为中心打造的 李柯勇纪念图书馆 两层楼的建筑空间设计 书本环绕的书箱坡道 作为主要动线 除了让小朋友可以沿途接触书本 同时也方便拿去 两旁的落地窗 则可以欣赏户外景致 感受游景绿意 让公园与阅读产生共鸣 曼卡丽远 非常非常欢喜 常常来这个地方 就希望我们领寨 李柯勇 如是把 能够成为我们新的孩子 会混乱混血混入的地方 整个场馆非常的一个激进明亮 也是希望提供孩子更多的一个藏书 那其他的图书馆是因为 老中青三代都聚集在一起 所以因为吵杂造成很多的 阅读上面的一些困难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 就是纯粹的亲子图书馆 可以让孩子努力的疯 然后呢努力的阅读 希望呢他们跟爸爸妈妈的互动 在这边建立更好的一个互动关系 馆内书架 则以孩子喜爱的堆叠积木为概念 透过方形与多边形的堆放 提供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空间 蔡淑君议员指出 图书馆以儿童的视角量身 打造四大主题阅读居 提供家长与孩子共学 共玩的学习场所 也让亲子间关系更加紧密 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